基本上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刚刚的名称 这一行把它改一个Active 就目前所在的工作表 的哪个储存格 至于其他的那个 像这个地方其实也有一个工作表 哪一个工作表名称 的哪一个范围 其实这个目前不改没有关系 当然如果你将来 你希望让他这个范围 这个地方能够修改的 比较没有问题的话 也许你这边也可以把它改 不过改的方式 特别注意就是 你一样要用刚刚的那个叙述方法 来做修改 那改的部分 可能就是说 前面是他的工作表名称 惊叹号 有没有 所以你可能改上 那你就不能用ActiveShoot 因为ActiveShoot只会有一个 那我们目前像这个地方 刚刚这个地方改 我们目前的只有在枢纽 因为你新增之后游标只会一个 那如果你要指向的是这一个 我现在是把它改一个名称 叫下载资料 那如果你的名称不一样的话 你可以指向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 如果你要叙述 你就不能用ActiveShoot 你就要改成用Shot物件 Shots 然后刮符 拿一个工作表 那你就跟他讲说 这个是下载资料的工作表 OK 把这下载资料 这个工作表名称 放在双引号里面 然后后面一样 经常后面有点Range Range的话 当然可以指某个范围 因为它是资料来源 来源是哪里到哪里 它这边的话是用一个文字 它用R1C 那我们可以改一下 从哪里呢 C就是A嘛 A1 OK 所以从A1除成格 冒号 到哪里呢 C11 11栏 11栏你还要算 到底哪一个 11应该是 应该是什么 D 应该是 应该是K OK 算一下 应该L是12 K的话是 所以这里的话 所以你如果假设用R1C1 变成C很麻烦 你要算 11的话 还一直算ABCD 到K 所以这边的话是K K的哪一列 这边是84133 当然 这个84133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追踪的 OK 你改成用追踪的 比较没问题 改完之后 这边其实就可以 把它delete掉 OK 移开看看 移开 如果变大写 那表示这一个叙述 应该是没有问题 OK 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改了 不过你想说老师 那我目前可以RUN OK 那这个地方 其实不改也不影响 暂时不影响 但是未来 可能就会影响 尤其是这个地方 范围的部分 向下追踪这个可能还是要加 如果你那个资料来源 将来会变动的话 那这个数字就有必要用向下追踪的方式来改 那其他还有版本 豆点Version 这个其实可以delete的掉 然后豆点DefaultVersion 这个其实也可以delete的掉 然后还有哪一些 这个其实可以delete的 这个 ApplicationCardMod 这个也可以把它拿掉 那我是建议的 你这边可以 先加个注解 比如说第一个 比如说插入枢纽分析 你 然后他其实就是做这些事 帮你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范围给他 然后给产生一个 顺利分析表的名称 这个不改没关系 这两行其实可以delete的掉 OK 然后底下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在把那个列拖拉下来 所以其实列拖拉到下面的话 其实应该是从这边开始 下面这个地方就是 第二个动作的话 把那个限式 列拖拉到这个 这个地方拖拉到列 然后呢 这个受电度数拖拉到值 OK 那这个地方就拖拉 再来这个地方底下就排序了 所以再来 我刚刚有做了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这个地方就是排序 那这个地方就加那个第四个就是加上那个千分位符号 千分 OK 位 所以其实我把它盖刮一下 基本上就是四个步骤 那你细部你如果想要再增加也OK 里面的话不外乎就是这几个地方稍微改动一下 然后我刚刚有一大段那个 这个with到endwith 是可以直接把它删掉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PyV table 直接就枢纽分析表 它有个catch 那catch的话顾名思佑就快取 也就是说 它这个枢纽分析表会先把你的来源先暂存 所以将来如果你假设来源资料变动的话 一定要重新整理 不然的话它有些资料不会跟着更新 所以我们大概刚刚又多改了这个地方 然后把那个版本删掉 那我们来跑跑看 如果OK的话 那表示应该就没问题了 不过可能它多做一件事 这个也要先把它删掉 如果你没删掉执行的话 它会出错 所以我们把它跑一下 那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以按F8 让它跑跑看 F8 OK 底下如果没问题的话 让它run一下 这样的话 苏纽分析就OK了 但是你最后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因为像苏纽分析 假设你没有把这个工作表删掉 你就直接去run的话 它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应该会卡在哪一个地方 应该是这个地方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 不要run一下 它会出现错误 然后跟你讲说 该名称已储存 请尝试使用其他名称 增错一下 就这一行 为什么 因为工作版名称不能重复 所以如果你假设这一行 又把它重新命名的话 那它一定会出现错误 所以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比较OK 所以接下来的话 各位可以想想看 当然方法很多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如果我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我在执行新增工作表的时候 其实理论上 就应该先考虑到说 它这个名称 或者是旧资料是否存在 如果有存在的话 那我应该是先把它删掉 那我再去做新增工作表的这个 会比较合理 OK 所以其实应该理论上是怎么样 可能必须 我的想法是这样 可能最好可以把这一行 刚才先搬到哪里 搬到新增下面 因为你又放这边 好像感觉没有一致性 我的习惯是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让这个 这样子 OK 就这样会比较清楚 就是先新增工 直接就把它重新命名了 不然 因为我们刚刚录制的时候是 它把程式放在下面 我们把它放在上面 所以理论上 如果你一run的话 理论上应该还是卡在这一行 所以把它删掉 OK 所以如果假设这个run 它会出现这 这一行出现错 可是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比较合理 我想到的应该是这样 如果它已经有了这个工作表的话 所以我们应该先检查什么 它这个工作表是不是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把它删掉 因为等于是我要产生新的枢纽分析 表示说我旧的这个枢纽分析 应该是不需要了 当然如果你假设你要把它做备份 也许你可以再把这个工作表 给它重新命名之后 然后再留下来 当然如果你假设 我一个假设就是 我希望先把它删掉 删掉完之后 再来新增 这样的话其实就没有冲突了 可是底下可能会需要写一个程式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 这个 如果先第一个 如何检查 是不是有这个工作表的名称存在 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存在的话 那我要怎么把它删掉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刚刚改的部分 大家不外乎就是 就是范围 OK 这里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向下追踪 这个我没写 不过你可以自己改一下 第二的话增加它的注解 OK 注解再加一下 然后确定一下 是不是这四个动作 如果你假设不OK 你就NG又重来一下 再来第三个就是说 来思考一下 如果每次都要把这个工作表 手动删掉 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再增加一个叙述 应该是增加到第二行 SAB的下方 检查有没有这个工作表 有的话把它删掉 如果没有那当然就跳过了 OK OK 那它怎么检查 这个工作表名称是不是存在 OK 请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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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